那么善根弱 这个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因为没有人讲伦理道德 善根是有 没人讲了 他发不出来 那富多许业 许事 造了许多业 造主一切业里都肯定 卧业多过善业 这肯定的 为什么呢 五一诗论里面告诉我们 八十五十一线索 这将起心动念 念头里头 善心索 只有十一个 卧心索 有二十六个 超过太多了 所以 我们的善 第一步够 又何况呢 善的念头 力量薄弱 我的力量非常强大 我 天天有很多外缘在讯息 在帮助他 势力越来越大 善呢 没人信善 你没看到 也没听到 善的力量就微弱 我们的念头 善念敌不过我念 我念当家做主 那实际上在生活里头呢 一如是 我的境界 力量强 善的境界弱 善敌不过我 善敌不过我 这个年代 你的善要能够 敌住我 那可不简单 那就是 你不是凡人 我们都是凡人 怎么办 我从学佛 就学了一个办法 六十年没堕落 什么原因呢 天天读金 我就这个办法 每一天读金的时间 不会少过四个小时 初学佛的时候 那些年 我读金的时间 每一天大概十个小时 也就是 天天清净佛菩萨 一天都不能离开 古人说 三天不读圣仙书 灭目全非也 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不是假话 三天不念佛 三天不听经 完了 肯定啊 跟着问念跑掉了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能守住就是 天天不离开佛菩萨 这个山根 我们不说一年一年 我们说十年 十年十年必业 是向上提升 没有往下堕落 前面三十年 人入波罗密是行事 心里都还有不平 表面上是没事 心里都不甘心 不禁忆 为什么要受委屈 四十年 五十年之后 慢慢就平了 习惯了 六十年 觉悟了 觉悟是什么 一切法 了不可得 波罗经上 念了六十年 明白了 一切法 无所有 必经空 不可得 这怎么能 化解了 真正感恩的心 生起来了 一切 我不恨你就算了 就算不错了 哪还有什么感恩 现在感恩的心 生起来了 为什么感恩呢 他替我小业长啊 我怎么能不感恩呢 他不怕造罪 替我小业长 我不能不感恩呢 感恩还有行动 我每天念佛回向 都回向给他 因为我知道 他如果不回头 他肯定都卧道 我功德回应给他 希望他在卧道里 少受一些苦 这就是我报答他的 这一桩事情 他往后肯定会知道 这一桩都卧道